不谈设计现实点 聊聊该不该自己给手机换电池 上个月 一篇必大于利 用户苦一体式不可拆卸电池手机久矣 引起了战内编辑王小白老师和德鲁伊老师的激烈讨论都快打起来了 在我看来 两方各执一词 说的各有道理 今天我们不谈手机设计到底合不合理 既然不可拆点电池已经成为主流 不如聊一聊该不该自己给手机换电池的问题 高班的智能手机价格 普遍超过了6000元 在目前可以算是半个奢侈品了 这种大件普通人买后 通常都会用上很长一段时间 再加上接膜 带壳 所以导致入了两三年后 手机还跟刚买的一样新 首先考虑自己换电池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因为价格便宜 官方换电池服务要大几百块 换了觉得巨亏 自己从网上买一块电池就要几十块 能省不少钱 现在的手机大多采用不可拆卸后盖设计 手机与后盖间一般都会用胶粘住 对于没有拆机经验的普通用户 没有专业工具想打开手机都非常困难 另外电池质量也是一个大问题 自己买的电池虽然便宜 但很有可能不如官方的耐用 并且安全性也不能保障 用一阵充不进去电 或是遇到安全问题后悔都来不及 但是如果超过四五年的老手机 自己换电池是没什么问题的 一是使用年限过长手机本身的防水性能 就已经退化很多 并且保修也早过期了 如果不慎把手机换坏了 正好给自己一个换新手机的理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